俄军发射巡弋飞弹 袭击南部重要港口城市奥德萨 可以看到巨大浓烟密布 当局宣布从礼拜天晚间八点开始实施宵禁 俄方宣称命中了奥德萨附近的三个军火库 俄军并且以自走炮攻击第二大城哈尔科夫 但是乌军在北部有效抵抗俄军攻击 并表示俄军炸毁了哈尔科夫附近的三座桥梁 借此阻碍乌军反攻 不过在马利波亚速钢铁厂人道救援 在一波三折之后终于大功告成 乌方宣布所有平民都被撤离 乌克兰国防部发布一段最新影片 宣称乌军以无人机发射飞弹 集成俄军一艘登陆艇 是萨尔纳级登陆快艇可以承载战车 乌克兰军方集成俄罗斯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 以及猎杀俄军至少12名将领 美国国防与情报单位也向美国媒体透露 确实提供情资给乌克兰军方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指出 这些报道已发生适得其犯的作用 他对国防与情报官员表示 这些消息对外公布让美国在无二危机的目标失交 必须立刻停止 记者综合报道